大火伴随浓烟不断往上窜 哈尔科夫一间煤气场 成了俄军攻击目标 还有名宅被炸到稀巴烂 几名大汉合力将遗体抬出 现场至少5死11伤 武东战况焦灼 但俄军在南部赫尔松传来捷报 成功说复距离市中心 仅21公里的机械利弗卡 另外乌军还尝试夺回蛇岛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消息 表示20号清晨 乌军动用15架攻击 和侦察无人机展开攻势 不过没有成功 俄乌战争将近4个月 全球不减挺乌力道 21号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 突袭造访 他与乌克兰总检察长会面 誓言查清所有战争罪 英国也重申在俄军全面撤军前制裁 动作不会停止 德国以官要保证 只要乌克兰有需要就会军援 泽伦斯基受邀在坎城国际创意节演说 他重申维持俄乌战的关注度至关重要 因为这攸关捍卫全球民主自由 务必打赢俄罗斯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